会一周博文 关美国时政 这里是一周美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本周美国又有哪些大事发生 11月2日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告诉媒体 如果国会推出的军事援助法案 仅仅包含给以色列的援助资金 而不包括给乌克兰援助拨款 总统拜登将否决这样的法案 当天 当被记者问及拜登会不会反对 仅仅包含援助以色列资金的法案时 科比回答说 总统将否决一项仅限于援助以色列的法案 我认为我们已经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近日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 紧急国防预算法案 通过削减国税局之前获得的800亿美元额外拨款 单独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科比的答复表明 拜登将否决任何只资助以色列的一篮子计划 科比强调 园乙和园乌都是拜登的优先事项 11月3日 联邦劳工部公布的最新阅读报告显示 10月份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5万 而道琼斯的预测是将增加17万 失业率上升到了3.9% 而经济学家预测会稳定在3.8% 分行业来看 10月份 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人数最多 共创造了5万8千个新工作岗位 其他增加较多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 新增了5万1千人 建筑业新增了2万3千人 社会救助部门新增了1万9千人 休闲和酒店业一直是就业岗位增加最多的行业 当月也新增了1万9千个就业岗位 10月份 美国制造业损失了3万5千个就业岗位 其中2千个是汽车工人大罢工造成的 运输和仓储行业减少了1万2千个就业岗位 信息相关行业减少了9千个就业岗位 11月4日 一份新出炉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 总统拜登在5个关键战场州的民意支持率 都落后于前总统特朗普 致使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再次遭到打击 纽约时报和耶稀纳学院的联合调查发现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 佐治亚 密歇根 内华达和宾夕法尼亚等 6个战场州中的5个民意支持率 分别以3-10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拜登 在亚利桑那州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9% 而拜登的支持率为44% 在佐治亚州 拜登的支持率为43%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9% 在内华达州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2% 遥遥领先拜登的41%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为48% 而拜登的支持率为43% 在宾夕法尼亚州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8% 拜登的支持率为44% 11月5日 联邦疾控中心试图扩大 它在全美4个主要机场的传染病监测项目 把30多种病原体纳入监测范围 包括流感 呼吸道荷包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 该项目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 旨在通过收集抵达美国机场的国际旅客的鼻视子及肺炎样本 检测新的新冠病毒变种和其他病原体 目前 西里西正在波士顿 洛根国际机场 旧金山国际机场 华盛顿特区 杜勒斯国际机场 有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扩大检测范围 重点检测30多种细菌和病毒 包括甲型和乙型流感 以及呼吸道荷包病毒 该项目负责人弗里德曼说 随着感冒和流感剂到来 该项目的重点是监测新出现的呼吸道病毒 11月6日 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 贝尔的一家火车维修厂宣布 向美铁公司东北走廊项目新投资160多亿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25个客运铁路项目的现代化 资金来自两党基础设施法 给美国铁路系统的660亿美元拨款 拜登问道 为什么在美国 我们没有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系统 他说 在美国一些最繁忙的地区 提供较好的火车服务 将有助于缓解汽车交通 并可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改善环境和生活质量 拜登把投资基础设施作为他竞选连任的核心 他在演讲中批评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共和党支持者 想削减媒体的预算 他说 我们正在努力让火车旅行变得更容易 更快 更安全 更可靠 而他们试图让事情变得更慢 更困难 更不安全 11月7日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一份 关于美国家庭债务的报告显示 目前 美国人的信用卡债务已经突破1.08万亿美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现 美国人的信用卡余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40亿美元 创下了199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人的信用卡拖欠率也全面上升 迁徙一代 也就是30岁至39岁借款人的拖欠情况 尤其严重 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背负着高额的学生贷款债务 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物价持续上涨给大多数人造成了压力 尤其是食品 汽油和住房成本增加 越来越多的卡奴每月都背负着沉重债务 或者拖欠还款 与其180天以上的欠款比例更高 11月8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接受媒体采访时 把特朗普比作希特勒并警告 特朗普如果再次担任总统 将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希拉里当天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他担任国务卿时看到有人合法当选 然后就试图废除选举和铲除反对派 希拉里说 你可以在希特勒正式当选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况 对吗 突然间那些有这种倾向 有独裁倾向的人就会说 好吧 我们要终结选举 他接着说 特朗普正在告诉我们 他打算做什么 要相信他说的话 2016年 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战胜希拉里 成了白宫的新主人 当被问及如果特朗普明年再次当选总统 会发生什么时 希拉里回答说 那将是我们国家的终结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一周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